今天大家最好奇的问题就是 张山正的抄袭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请冠婷来告诉我们 因为这个大家率先会看到这个金额 有点高 5700多万 其实5736 那整个农委会的研究案 一个大案 下面还有一大堆的子案 三年 这个案子三年 那么农委会当时张山正当的是洪基的副总 所以呢他就用主研究 主计划人包了这个研究案 可是现在就被周刊踢爆 里面一大堆要不就嘈杂字 要不就中翻音 要不就是把简体制转成繁体制 这个会有影响吗 这次的选举我们看到一个史上最强的回力标 打在张山正自己身上 我们记得张山正就在过去几个礼拜 讲了一句名言 他说政治人物诚信非常重要 今天早上媒体的周刊 刊出了一系列张山正 他整个研究计划当主持人当中 涉嫌抄袭的内容 哇真的是回力标打到自己 我先讲 观众没有 我先讲金额 大家深呼吸 如果现在吃饭了 先把那个筷子放旁边 不要等下吐出来 2007到2009年 第一年2000万 第二年2000万 第三年1700万 5700多万跟农委会拿的一个研究计划 这个研究计划内容是什么 内容是讲说农业电子化发展策略分析与规划 不好意思哦 导播我们要看清楚 分析与规划 张山正的团队要做 我再讲一次 分析与规划 绝对不是去抄本来的杂志的内容 绝对不是去抄本来农委会就有的内容 而且我要再次讲哦 在农委会的规定 研究发展的发表里面有讲说 不得有抄袭剖戒 好了我们直接进内容了 夺册你知道吗 密密麻麻的三年营用计划 一堆都是抄袭 我就列几个夸张的点好了 来第一个 抄杂志 你看他其中有个子计划 我们看里面500多页里面 570页里面 30页内文 后面很多是几个子计划 我们看其中一个编号一之一的子报告 他是来讲日本农业应用线性规划法 于营农计划 于经营评估之研究报告 OK好 简单来说了 抄商业周刊 1000多字 连标点符号 惊叹号都抄 这记者也太仔细了 没有著名出处 所以这5000多号 我建议商桌的记者 你可以去跟张三振要钱 不知道后来跑去哪里了 好 这个是抄杂志 那接下来我们来找 直接翻译的 来我们看荷兰这个 荷兰2001到2012年 国家农业长城规划发展政策研究 好玩就好好研究荷兰的农业发展 你就该做研究 该做文献就去做 结果他直接把本来英文的 荷兰政府网站的资料 英文 第五页到第八页 直接翻成中文 我就请翻译帮我翻就好 你可以零5000多万 然后这是翻译 后面这一堆 大家看什么1-7 1-8 1-5 1-7 他是干嘛 直接复制贴上农委会的资料 我问一个问题 农委会需要委托5000多万 让一个研究计划主持人 抄本来农委会就有自己的资料吗 以上三点简单讲完 抄杂志 硬翻中 抄农委会自己的资料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很清楚 他就是抄袭嘛 他就是不应该拿这5000多万嘛 我在跟观众朋友讲 那个人更愤怒的地方 今天这个杂志出来之后 依照张三正的标准 你就是道歉 然后不要去登记 没有下台 还没当选 他就是一个退了就在退选 那张三正还没登记 用你的标准 诚信很重要 结果国民党怎么护航 国民党居然有人讲 你看到这个他们怎么讲 他说 我们这个 是去收集相关的资料 这个案子没问题 我再次强调 这个案子不是收集资料的案子 它是分析跟规划 一个分析跟规划案子 你可以只有收集资料吗 最后我问一个 如果你抄杂志 你英番中 抄农委会 可以三年拿5700万 那我左安庭 我不要选议员了 我也要这个5700万 你给我 好不好 好啦以上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案子 没什么好讲的 你就是不应该选 陶渊市长了 主管你好气喔 但是今天大家记者也拿着麦克风 在追张善政 看他到底怎么回应 就像冠婷讲的 他之前针对林志坚的论文案 他讲的是说 诚信的问题比学术还重要 所以如果没有诚信的话 应该要退选 今天张善政要不要退选 他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三年的计划 对于我们国内农业电子化的往前走 是至少有一些贡献 我非常骄傲 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而现在却在选举设备拿出来抹黑 我非常不能接受 我觉得我们的对手 应该要寻求更正面的这种竞争的方式 而不是用这种 把一个对国家正面发展 有助益的这种工作 抹黑成一个论文抄袭 我根本就没有诚信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退选不退选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的把所有的这些 外界的报导的这些 疑点了理清之后 那会尽快的跟社会大众做说明 那我想这个农委会委托的 相关的研究报告 都有相关的程序跟合约 我们会依照这样的相关的 规定制度来执行 他说他没有诚信的问题 但是这个时间点 确实是有点久了 2007年到2009年 因为2007年那个时候还是民进党执政 农委会主委是苏家全 但是到了2009年 那个时候已经是马政府执政了 就换了一个农委会主委 陈武雄 所以今天才有陈其中出来讲 说他们会好好的去研究一番 因为如果你真的违约 这个是合约的内容 你研发成果内容 不得抄袭或是剽竊 或是侵害他人的营业秘密 智慧财产权权等等 那请教一下佩姐 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时间点爆出来 加上郑保卿 陶渊选情谁受伤比较重 我觉得张善政原本 觉得好像这个顺风顺水的 哇 都是别人犯错 但是你现在被回力标打得更重 因为你当初把调子拉得非常非常的高 看起来你简直就是一个 道德完人人格者啊 这个很厉害啊 诚信是最重要的原则啊 政治任务啊 一定要这个最高原则就是守诚信 那你自己怎么守诚信呢 那他今天还有脸说 这个是一个对国家发展 很有利的这个报告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守阵营 用这种很不好的方式来打击他 你不要抄不就没事了 人家的论文还要付钱缴学费 你一写这个报告 还收人家5700万 而且谁在意 人民在意 因为你收的是人民的钱 因为它是我们的纳税钱 它是国家的钱 它是政府的钱 如果你抄袭 然后还给人 还收我们的钱像话吗你 好意思讲了 这个话都给你讲就饱了 而且它这个研究案 看起来除了刚刚这个冠婷讲的 它还有用简体字 直接转成繁体字的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资料 就是农委会其实有针对 他们委外发包的这些 研究计划提案管理的原则 有一个手册 你上网就可以看到了 它里面清楚的说 研发成果内容 不得有抄袭票窃 那你自己作为一个台大土木系的教授 你明明就知道不可以抄袭票窃 而且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你怎么可以直接诊断复制贴上 阴番中简化凡等等的 这个完全说不过去 所以你当初用什么样子的标准 要求你的对手 现在就要用同样的标准 来检验你自己 这很公平啊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标准是一致的啊 所有的人不管是谁要选的 放在这一套标准下面 不合格的就应该刷掉 不合格的就应该刷掉啊 人格者这个道德完人 以上的才可以选啊 那结果你现在还大言不惭说 你没有退选的问题 你先道歉吧 那国民党更好笑 因为国民党已经不知如何护航 国民党今天的讲法是说 民进党这一招 怎么可以这样子打击红基本土产业 没有人要打红基哦 这是红基聘用的 张战正你自己搞出来的哦 你给我吐出来啦 5700万我呸你张战正 还道德嘞 这两个字你还有脸讲出口 真的是让人不可思议 所以我觉得标准只有一套 林志坚用这套标准 你张战正当然又用这套标准 所以现在桃园呢 选情你说如何 我觉得现在已经看起来 目前还在一个混沌震荡期 一开始的时候是林志坚的事情 他有一些动荡 那后来换了任意盟之后就觉得 是不是已经底定 结果现在冒出一个郑保清 冒出了一个郑保清之后 怎么搞的张战正你也超习 所以今年选举呢 其实本来过去大家要看双北 但是今年我觉得桃园超好看 因为桃园一直有新变数产生 那所以这些新变数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张战正当然是大伤 因为你当初用多大的力道打对手 现在同样的力道也是这样子打回你自己的巴掌 所以你痛不痛 这个你去问林志坚 林志坚痛不痛 林志坚还没收钱呢 你张战正还收钱 你的痛应该要加三倍才对 所以会如何变化 以及郑保清接下来会不 他到底登记没 他还没登记 那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变数 不知道或者是说他跟 这个民众党之间的合作 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进行 我觉得还存在变数 所以还需要持续观察 对桃园现在变成确实还蛮混沌的 变成一个诚信大战